哈囉,我是查明 我是龍爺 我是滴滴 我跟你講龍爺 你還記不記得有一次我們就是上課 然後吊捲載 對,我是沒吊到 我也沒吊到 你也沒嗎 那次試的時候我們就很特別 我們找到我們的溪谷獵人 好,我是HR的測試員 吳一廷 你可以叫我阿摩 你們也可以叫我溪谷獵人 他們給我取的新口號 哈哈哈哈 對,因為現在是夏季 所以我們呢 開始要什麼 溯溪吊捲載 就不會那麼熱嘛對不對 而且上次你們都沒有吊到 真的 所以這次有對你們來復仇 好 用的都是什麼 水表耳 水表耳 鉛筆 鉛筆 Pencil 對 就是讓你們看看水表乍水化的刺激 哇 真的是很緊張的 老師我有問題 老師我想問一下 捲載的話 它的季節分布在大概是什麼時候 其實捲載 我們來說的話 它一年四季都會咬 只是說有時候它的食物鏈 它是雜食性的 所以呢 當我們像現在六月七月八月之後 開始夏季 那水裡有青苔的時候 那開始它就會開始吃青苔 那小魚當然它也會吃 就是呢 它在它的食物鏈的過程中 它有時候青苔 減飽了 那對小魚來說 它可能它的右發性沒有那麼高 對 所以呢 我們在釣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水表為主 因為它是跟著青苔去撿 那你水表是要隨便上的 所以呢 對它來說 它會在看水面看什麼東西飄過去 所以呢 這時候 看到好奇的 它就會來來一口試試看 看會不會是不好吃 一個好吃的東西 欸對 榮友 可以講 我都要跟你講 而且老師 他好像是釣巴士的 冠軍 對冠軍 真的 總冠軍對不對 總冠軍 再掌聲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老師他在推廣這部分的話 他是專攻巴士跟捲戰嗎 對 對 那老師這邊的話 我記得老師好像也有自己的名道嗎 有有有 你可以搜尋我的名字 吳怡婷 吳怡婷 或是搜尋我的YouTube 我上面全部都會寫一個 叫我西谷獵人 哇 所以你就看到我這全系列 一個法司啊 選載的教學 還有一個推廣的活動 嗯 謝謝各位 好 然後我們移動的時候 盡量 平一點 盡量平一點 不要開大聲 因為那個水的波紋 肌肉沒差 但是如果是緩 緩的那個水力的話 比較有利 所以你在走的時候 你要握手 你要這樣走 所以你的手真的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 這個自己常這樣 是這樣用 我是常常這樣 嗯 常這樣釣魚啊 這個好像有一個反射 追著 追著 有了 哇 來了來了 哇 很追耶 對啊 這是小卷 小卷 你卷 你卷 OK 這樣你們知道怎麼掉了 好 好 你們加油 有了 衝了 衝了 這就好 差不多 這差不多40而已 對 有了 有了 小卷 小卷 好 這是 哇 哇 哇 我說不出話來了 釣魚 爸 老師 釣魚 爸 謝謝老師 老師 我教你怎麼抓啊 所以這樣子攤著他的頭 這樣子捏著 然後盡量離你的線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可以這樣抓起來 這是弓的 你生命中的那個他 那隻卷 一直都還沒出現 對啊 你知道他龍的壓力很大喔 真的喔 他生命中的那隻卷都還沒出現 他生命中的那隻卷都還沒出現 等一下我帶你們去 你看 喔喔 喔 喔唷 鑽鑽鑽鑽鑽鑽 太中太中了 很低一點 對 不要用左卷 沒關係 就麻煩了 哇 哇 喔 漂亮喔 喔 中卷 中卷 小卷 這是小卷還是中卷 欸是中卷 中卷 這是春卷 哇 有了嗎 所以比較好玩吧 不笑 不笑 這母的 母的 母大 幫我拿一下這個 一下喔 老師要教我們怎麼抓喔 就是如果說你有勾石的話 那有線就會先留一個支線 那我們手 先泡絲嘛 那我們有水流 有水流的話 它可以一個方向 好蹲下去之後 我們就手先 先貼著 嗯 那就可以從這邊把它扶著 上這樣 或這邊 扶著把它扶著 現在就是這樣 對對對 好 輕輕就好 嗯 好了 好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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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拔回去 終於 生命中的那隻卷 終於出現了 原來都快滴下來了 漂亮 他第一隻嘛 對 來來來來 小卷 那個線把它送來 欸 它肚子黃黃的耶 這小魚 小的都很扯耶 小的都很兇 小卷啊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喔 盡量把牙耳抓緊 來 OK 好 哈哈哈哈 第一次釣到卷 不知道怎麼抓 第一次 確定有人就習慣了 第一隻小卷 啊 小魚 誰吧 誰吧 來來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過來 朝這邊放龜 小哈 好啦 哎唷 好有餘味喔 拜拜 OK 這不是卷 小卷 啊 小卷 小卷 我們又種了一隻明明卷 小卷 小卷 快點 快點 來 看起來很漂亮喔 超適合的 超強啊 有了 有了 太神了 就跟著老師一起動一動就對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和我們一起 票率吧 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們的話 請記得記信到我們信箱